这个女孩在火车上扑着床铺 下铺的男人刚睁开眼 就看见盈盈一卧的细腰出现在眼前 顿时他感到口干舌燥 沉寂多年的身体 似乎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于是 于强对上铺的女人百般示好 不管是接睡还是吃东西 极尽温柔体贴 当女人的发甲不小心从上铺掉落时 他更是鬼使神差地藏了起来 之后两人一起坐在下铺聊天说笑 言语间不乏成年男女对彼此的事态 女人更是把名字和电话号码 写在了于强的胳膊上 此时 于强的妻子小敏正在收拾家务 准备以最好的姿态迎接出差回来的丈夫 两人是大学同学 又是彼此的初恋 结婚七年 还有个可爱的儿子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收拾妥当以后 小敏把孩子送到姥姥家 又打电话谢绝了好友的邀约 开始换床单 准备烛光晚餐 想跟丈夫过一个久违的二人世界 然而一切准备完毕后 他却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称同事们非要给他接风洗尘 不能赶快来吃晚饭了 失落的小敏吹灭了蜡烛 处理了满桌的饭菜 直到半夜 丈夫才醉醺醺醺地进了家门 小敏照顾他在床上躺下 却看到了从丈夫口袋里掉出来的发卡 以及胳膊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这一刻 小敏的心跌到了谷底 心中有个答案呼之欲出 但他不肯相信 丈夫会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 辗转反思了一晚上 小敏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醒来的丈夫 也怕怀疑和质问一出口 这段婚姻便再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于是 他给丈夫留了纸条 坐上了飞往厦门的飞机 想让自己好好冷静冷静 然而没想到 刚到酒店就闹出了乌龙 他打开行李箱 却发现里面都是男人的物品 于是找服务员处理此事 没想到隔壁房间的男人 跟他的动作神同步 服务员 原来 那人的行李箱一模一样 服务员一不小心弄错了 这个小插曲让两人认识了彼此 但他们此刻还不知道 萍水相逢的他们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一段缘分 男人的眼神不停地在女人身上游走 纤细地叫怀 修长雪白的眉腿 然而因为小敏还在病中 钟总并未有过多举动 贴心地给他盖好被子后便离开了 才刚见面 为何两人就已经如此舒适了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那座行李箱事件发生后 钟总对小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奈何小敏总是一副冷冰冰 居然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这样钟总产生了强烈的征服欲 于是经常趁机接近小敏 举致虽不轻浮 但言语之中也不乏暗示 小敏本身是个传统的女人 再加上心里装着丈夫出轨的事 对钟总的行为没有半分好感 甚至在钟总邀请她共进晚餐时 还故意刁难点了最贵的海鲜 然而小敏没想到 这顿饭不仅没有劝退钟总 反而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当晚回到酒店 她腹痛难忍 疼得死去活来 无奈之下只好敲响了钟总的房门 请求帮忙 钟总立刻把小敏送进了医院 不仅贴心照顾了一晚上 还在临走之前 给小敏买好衣服鞋子 办理了出院手续 这一系列举动让小敏非常感动 但是她时刻谨记 自己是个有家庭的人 不肯让自己的心有一丝丝松动 回去路上 小敏给丈夫打电话 询问家里的大小事宜 哪知丈夫却嫌她啰嗦 她说自己想家了 丈夫却让她多玩两天 她委屈地说自己生病了 丈夫却认为那是她娇气 这一刻小敏止不住地难过 不明白为什么结婚七年的丈夫 却没有一个刚认识的男人暖心 难道婚姻真的会消耗掉 所有的爱情和激情吗 回到酒店 小敏向钟总道谢 并把去医院花的钱全部还上 想要跟她划清界限 钟总不想勉强小敏 她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 自然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两人约定以后以朋友相称 此时 小敏还对丈夫抱有一丝期望 只要对方态度良好 像从前那样对待自己 那么她可以假装 不知道丈夫出轨的事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然而丈夫却一次又一次 让她失望 她给丈夫的公司打电话 得知丈夫正在休假 然而给丈夫打电话 丈夫却说自己正在上班 赤裸裸地欺骗 让小敏愤怒地摔了手机 暗边的钟总 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她给小敏打电话 说她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鱼 只能远远关上 却无法靠近 称以后不会再招惹她 言语间透露着无奈和失落 男人正在和妻子打电话 然而女人却故意伸手 在她身上游走 还刻意制造声响 显示自己的存在 小敏将丈夫那边的动静 听得一清二楚 这一刻她彻底心如死灰 于是决定放飞自我 好好的玩几天 这一次 她主动上门找到钟总 希望她能给自己当向导 钟总自然知道 这是飞跃性的一步 代表小敏对自己的防线 渐渐松动 于是她抓住机会 带小敏游玩了很多地方 尝试了很多新鲜的事物 过程中 小敏彻底打开心结 每天开心地享受着 大自然的美景 和钟总相处下来 也越发轻松自在 两人打情骂俏 宛若一对真正的情侣 晚上 两人还住在同一个房间 虽然还没有跨越雷池 但也向彼此敞开了心扉 钟总说了自己的家庭 和小敏一样 她和妻子也是结婚七年 但两人没有孩子 妻子对于她来说 就像一杯白开水 没有激情 没有波澜 永远平庸 小敏的故事 钟总已经猜个七七八八 但对她来说 男人出轨是非常平常的事 没有哪个男人 能从一而终 永远没有二心 第二天 钟总买花给小敏庆祝生日 小敏不禁感叹 自从结婚以后 都是给老人孩子过生日 自己的生日 往往都是过完才想起来 今天她决定 好好过这个生日 随后两人来到酒吧 跟着音乐尽情摇摆 释放所有的情绪 在酒精的刺激下 之后发生的事 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两人度过了迷乱又荒唐的一夜 然而梦总会醒 人也要继续面对现实 第二天 小敏坐上了回程的飞机 回想昨晚的一切 她泪流满面 有悔恨 有羞愧 没想到自己竟然亲手葬送了 对家庭的忠诚 回到家 向来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丈夫 第一次开始收拾起家务来 言语中也带着几分讨好 两人各自躲避对方的眼神 几次欲言又止 最终丈夫还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就在小敏打来电话那天 丈夫把周冰带回了家 两人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心直肚明 然而门铃却突然响了 送货员送来了一台巨大的电器 于强一头雾水 表示自己根本没有买 这时周冰却说 自己已经给他打了折 原来这正是周冰销售的产品 他接近于强的目的 就是为了销售电器狠狠赚一笔 此时于强才知道自己中了圈套 但事已至此 只好乖乖掏钱 悔恨自己一时鬼迷心窍 钱花了 人也没得到 小敏听完事情的原委 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该庆幸丈夫出轨未遂 还是该难过自己做的荒唐事 此时他也想明白了 可能根本就没有纯粹的夫妻关系 也许睁一只烟闭一只烟 才能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于是他选择隐瞒了和钟总的事 夫妻俩带着对彼此的愧疚 继续着以后的生活 一年后 小敏生日这一天 一家三口出去逛街 丈夫殷勤地买花送礼物 想讨小敏欢心 而小敏竟然在这里 看见了久违的钟总 此时 他正陪着怀孕的妻子 挑选婴儿用品 看起来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 小敏没有上前打扰 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至于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往事 就当作生命中出现的 一个岔路口 过去了 就永远过去了 现实生活中 很多夫妻都会面临七年之痒 但是在放纵里 寻求一时的刺激 只会让以后的生活背上枷锁 不如积极调整心态 缓和夫妻关系 在琐碎和平庸中 找到稀松平常的幸福 好了 下午今天就得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舞电影得不到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妈妈答 下期见咯 下期见咯